-詞曲- contexto-édinc.3-而已 鬼賽理 每天星期五 晚上10點正 MHKTV覗 筆診 沒 канале 唯不存在的香港 是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 巴士司機的鬼故 因為你知道現在那些巴士 駕駛夜班的司機很辛苦 我現在講這個阿強 駕駛夜班 還要駕駕駕駛 駕駛駛開巴士司機 你不知道是否知道 為什麼司機經常不可以調太多 因為路有問題 你駕駛了不熟路 走錯路便會很嚴重 那些司機走錯路便會被人罵 所以駕駛那條線 多數是那條線 現在這道牆駕駛交區巴士 每晚都駕駛最後那一間 照樣就要鎖車 鎖了一輛車 怕人偷 才可以走 那天晚上他就收工 鎖了一輛車 然後就準備走去宵夜 就回家休息,休息一整天,上班 誰知鎖了一道門,巴士門後 裡面聽到有人在喀喀喀喀喀 他就糟了,鎖了一個人,很嚴重 這是雙層巴士,開了門 再上二樓看,沒有人 再下樓下,周圍看過,沒有人 然後鎖了,鎖到地人 他上班的時候說,昨天晚上被嚇死我 我鎖了門,裡面在吵喀喀喀喀喀 我以為還有人,看過沒有了 是嗎?這麼猛? 他說,你那輛什麼車? 他說,我行元朗的,我昨天晚上下班 他就回來,在站頭上,搞來搞去 我回去,整晚都睡不著,不知道是否真的撞鬼 他說,你小心點,有些郊區的事很難說 因為我聽見有人撞過,長濟就說,我不要嚇你了 你總之,你結席生了 他就盡量,心理上,不要搞到自己經常想那些事 誰知道那天晚上,他又是開車回來 就剛剛回到半途的時候 就突然間,就看到有個白衣服的女人 突然間伸手爛她 她就嚇得一驚,馬上就殺車 一殺車,那輛車突然間殺制 那當然是被人罵的 你知道晚上,那些人在郊區回來的時候 有些人真的很累,眼睡的 在那裡欺負著了,有什麼都有 你突然間殺制,什麼殺到人又撞到人 又撞到人,又撞到人,又惹到,又醒了 這樣就罵她 他說,你幹什麼鬼啊? 他說,不是啊,剛才有個白衣服的女人 突然間在馬路上飆出來 我差點車鬼死她 他說,有沒有這樣啊 三間半夜,就算是也不會這樣吧 你是不是見鬼啊? 他說,不要說了 回到站頭,他就照例了 又是鎖門,收工 誰知道又是這樣 又是聽到裡面,有人說話 有人敲門,敲車門 但是看著又沒有人 他就看上去,隔著玻璃 就好像有個影子在動一下 他就害怕了 他就叫那些站長 你陪我去上去 大哥,你不要搞啊 昨晚我已經搞了一鍋 搞了我整晚心驚驚,睡不著 那兩個人在那裡 開賣電筒上去 就上巴士的第二層樓上 裝了一輪,車底 周圍都裝了,沒有人 鎖門 鎖過鎖門之後 就去宵夜了 阿強跟另一個司機阿漢聊天 他說 昨晚又來過 我還在街上 在元朗回來 在馬路上 差點撞死個人 他說 喂 你真的有事喔 你這樣搞 他說 你小心點 他說 因為你終歸要鑊撞板 你整個車撞了下去 旁邊那裏 乘車人的命在你裏 你寧願鎖慢些喔 遲些下班一件事喔 他說 你不要這麼急喔 那一天晚上 他又是這樣 鎖車回來了 那他就真的省定些了 那些人就說 這個世界哪有鬼的啊 如果有鬼 你照遇他看他死不死 如果有鬼呢 他就穿過他 你撞他不死的 他說 你如果引我 我便死得給你看 你很教不教 那些事情 那一天晚上 他又是這樣 又是看到他拍出來 那就慢一點 慢慢慢慢地過去 那些人呢 在他前面不停動 笑一下笑一下 他就故意慢慢地滾過去 真的 又載不到 又沒有人叫 那他真是害怕 那回去站頭呢 那他又是跟他的站長他們談 喂 我現在鎖門他都不敢鎖 你跟我一起去啦 我看過了之後 沒有人呢 你陪陪我啦 大哥 那他就說 大哥 你要這樣我慢慢 我到處都不行 你下班我都要下班 我等那些車回來了之後 他說我走的啦 他說不用的 你開電筒 鬼都會害怕的嘛 那他自己沒有辦法 硬硬上 就開一支電筒上去二樓啦 就是巴士去上一層啦 誰知道有個白衣服的女人呢 就真的躺在後排的椅子裡 那他明明是人啊 你幹什麼鬼啊 我被你嚇鬼死啊 你下車啦 下車啦 總站啦 他說我不下車啦 他說我不下車啦 他說為甚麼 你除非載我去警官 他在警官做甚麼 他說報案 他說報案 警官報案 你甚麼事報案 他說我被人強姦 他說你是否神經啊 你在哪裏被人強姦啊 他說在郊區啦 我昨晚在街上 在車上 難力叫你停車 你又不停 我後來我走路回來 他說你 那再前一晚 那個是不是你來的 他說是啦 不過我走得快 你車我不到而已 他說不是啦 我昨晚慢慢洗過來 我不見了你啊 我還以為你鬼 他說你的頭鬼 那麼多鬼啊 他說你請我去警官啊 他說要甚麼去警官呢 他說你現在下去 我和你的站部長 經常都有警察經過的 他說要甚麼去警官報呢 他說 那你先下去吧 我跟著來了 他下去了 下去就說 你好跟著我下去吧 不是我鎖門鎖住你 在這兒三更半夜 沒有人理會你 行了行了行了 你先走 我現在我剛剛睡醒 我就下來了 他下來了 他下來了之後 他轉轉頭 又不見人 他說 喂 你外面有沒有人啊 就走上去 下電空照 那些椅子底 都沒有人了 然後鎖門 鎖門的時候 那個女人在後面出現 他嚇到他死了 他嚇到他死了 喂 你不要這樣 人嚇人嚇死人的 他說 你又說帶我報警 他說 報甚麼鬼警啊 你現在我要下班啊 我搞了一天了 我老婆在家等我 我要回去 我燒完東西回去睡覺了 洗澡 明天又要上班 我沒有你這麼空 他說沒有辦法 他說 我看看附近有沒有警察 你去找他 到地人 他就問那個站長 他說有沒有人要報警 他說哪有人 整晚我見到那些居人 你暗暗沉沉沉 你不知道搞甚麼鬼 你是不是真的撞鬼啊 他說是 你找人說清楚 找人打齋超渡那些事情 你這樣搞 你終於撞死人的 他說 那晚就回到去 唉 都不知道怎麼搞 他就把情形說給老婆聽 他老婆說 沒有那麼猛的 你不要那麼心理作用 可能那些不正常的女人 你知道現在這個世界 那些年輕人 神神化化的 吃白粉的有 吃迷幻藥的有 做過你而已 那到了地晚 他又再下班 又是見到那個人在那裡 弱下弱下 那好了 但是他糟了 那晚的車 就刺車回去 那些人都下車 只有他一個人開車 那那個人就 明明在下面的 在這個 搞區公路上面 突然之間他在後面出現 他說 喂 你搞什麼 你以為真是那些事情 你不要嚇我 我真的嚇到我 我心臟病發的 這樣搞 他說不是 我真的很慘 剛剛就在頭線那裡 我被人 拉進樹林裡 強姦了我 我就在那裡 被他們 推到那些草叢上面 撞了我 你明天你記住那裡 你跟我帶警察來 那你總有知識馬跡 你要用今晚的情形 告訴他 我沒有騙你的 那如果我沉冤得雪 我就不會再搞你 你不用怕的 我和你無冤無仇 我不會害你的 那司機沒辦法了 回到他站頭 也把情形告訴他 他說如果這樣 你真的要去報案 因為為什麼呢 你這樣搞 他終歸有一天 嚇到你 失失暈暈 你撞車沒有所謂 乘車反側 那時候很嚴重 幾十條人命 他沒有辦法 真的去警察 警察報案室 有些人說他有點神經 你無緣無故說那裡有事 那我和你去炒爛警察 我沒有空 他說我們警察裡面 沒有這些事情 他說要是你自己先去看 他說我怎麼會查 他說你信你和我去 要不然 我被那個鬼這樣搞 我那個女鬼 我就真的不行 我終歸大鑊 撞車 反了成車 下去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揹 那個黃 他說沒有辦法了 其中有一個 就說好了好了 我怕了你了 你現在沒有 你下一班 我開私家車 你認得那個路 他說你認得 那條路我天天都行 他說在郊區 那些樹林上 附近那些環境我很熟 我帶你去 那個集差 就駕駛警察那些私家車 就載他去公路那裡 他說在這裡 但是他沒有說左還是右 他說左右也很少地方 我真的跟你去看看 那麼那個集差 查慣案的人當然知道 懂得找些知識馬跡 那就在馬路那裡 這邊又看看那邊看看 但是中國在草叢上面 就見到有些難報 勾在那些樹上 他說應該是這裡 要是 真是這麼厲害 那鬼也會幫你報案 那為什麼他不找我們 警官直接來呢 他說借人家神經 警官了你這麼大 他自己夠膽進去嗎 他說搞我們那些 司機 三更半夜那些 他只是一來成便 看中我而已 算我不好 你再查下去吧 應該是 一定有事的 沒有事沒有理由這麼猛 那麼那個集差 就沒辦法了 叫那些手續來了 喂他這裡真的有些東西 那就是跟著那些 那些衣服 那些 再行有一些 又有血跡又成 然後呢 就看見那些草叢裡面 就是有些例子鬆了 你知道草是草屁的嘛 那些草屁都翻過之後 還有掘過之後 是不同的嘛 就叫那些人 就大脈警犬 就在那裡找了一輪 就真的離開馬路 沒有多遠的地方 那些草叢裡面 就真的賣了一段女尸在那裡 然後呢 就一直這樣查下去 就總有知私馬跡 就被警察查到那個 那個兇手 那個兇手呢 原來就是附近 鄉村那些 那些 那些 所謂村民 那些 那些郊區那些 就是在郊區住的 那就 就 抓了他 然後呢 那個 那個女鬼呢 之後就沒有再出現 那麼那個司機呢 也都沒有再見到 馬路上 就整天開車 開車 開車 就看到白衣服的女鬼衝出去 那 就是換句話說呢 這個世界呢 你就不要跟別人爭 說不可能 就是問題 你見不見到 你所謂見到呢 就是你運氣 或者是 就是說 所謂 貧道不對 或者你的 視線不對 或者你那個 那時候你精精神神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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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鬼魂呢 就是在你的眼前 沒有辦法出現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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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新丁小說家 翻本66 如果 你們都是 對靈異事件 有興趣的朋友 那麼 我寫的這本小說 你們一定有興趣了 就是 沒有鬼不存在的城市 那麼 到底就是有沒有鬼 那麼你買本來看看 就知道 裏面有很多我親手畫的插畫 裏面可以 給你們大家見到一些 另一個未知世界的畫面 那麼 希望你們會多多捧場 那麼 其實現在已經有售了 在這個MIHK的網台 和商務書店 三聯書店 和中華書店 都已經有售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謝 以暗階結識一名 擁有陰陽眼的女子 她的出現 竟令女主角姜思衡 從此不斷撞鬼 如何能擺脫生命受威脅 沒有鬼不存在的城市 於討論區及Facebook鋪文連載 讀者反應二列下 鐵定7月19日 書展出版小說 她的實體書 售價港幣128元 幾天 伏切莉 每個星期晚上十點正 MIHKTV的經濟頻道 沒有鬼不存在的香港 我的天